我有過兩段回憶 我與第一件妻子是經人介紹認識的 她工作認真 人也漂亮 不久我們就結婚了 可我們沒有白頭到老的機會 年輕那會兒我想多掙點錢 就投資做生意 自己開了個飯店 由於我老婆著家 後院還是著火了 有一天我回家以後發現她出尾了 這是我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 在這之後我又遇見了第二位妻子 她對我非常地好 剛開始還挺好 後期老讓我幹農活 什麼拔草啊 什麼產地啊 什麼這些事裡現在沒學過 咱也不會 經過了兩段感情 終於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愛情 後來我受不了了 所以說我就跟她倆談了一下 最後還是離婚了 現在我放下了一切 終於重新開始了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把你綁在手心裡 就是男嘉賓曾經來過我們的節目 對於您之前的婚姻呢 我們多少會所了解 就是因為第二段婚姻 其實是你突然變了一個生活環境 特別的不適應 是吧 當時我還說你來著 是吧 病品教育了一番 是嗎 好了 今天要把話收回來 真的是如果讓我去那兒 天天讓我去拔苗啊 皮包米啊 我真的也受不了 對不對 找我就好了 我能存到活 你是產地 你是出草 一天一亩地 被農也一亩地 男嘉賓 現在我想問一下 就那一階段 你有沒有跟過你的第二任妻子 發過火 生過氣 生氣是肯定的 但是發火沒必要 嗯 事兒好說好啥 對不對 我這過我幹不了 我一個市民 誰 什麼叫草 什麼叫苗 你別我這一拔完之後 前面還種的都白種了 沒意思了嘛 我現場那一開始不也是嘛 草苗 不認識吧 陽光中 它插了一條路 那不贏 也保密 我也有帶頭了 你看 哎 你那農怎麼都慘了 我說我也不認識 你不是你這事我告你 我還幹不這事你 當時政府有這個說法 就是可以一個農村的地方 買山坡地啊 或者是就是廢棄土地 不是主要的口罩田 可以開荒 這幹 對 對 自己開荒 那你買的酒是沒行的 那你不是得幹嗎 那個時候我們就想 我想的就是故人啊 故人啊 對啊 那意思就很簡單 現在的種地不一樣啊 咱們想像以前那個 連產帶什麼的 沒那麼些螺絲 他說的意思就是省錢 我說那60多母的以前 那省不了錢嘛 就是你幹的家玩 那不幹什麼 就分局過個一段時間 我們看怎樣 不行就吃你拜拜 這一分局了 男的跟女的受不了了 以後又兩年半年 我再一整就永遠合 我說這隊伍隊又一回這兒了 就是也是就一談 談完了之後 算了不行 那我就走 我就走了 那也沒辦法 你沒給機會嗎 一次兩次的啥的 那不只一次兩次了 那就很多次了 不同我先就這一回 回家住在家裡 那我還沒想通呢 沒想通 繼續想唄 繼續想唄 想唄 多想明晦 就說你這老子唄 稍微有點巧 其實你們兩個人 想法不一樣 對 兩個人想法 和生活的習慣不一樣 對 就是你們兩個人 不是因為這個 幹活 幹活 作為經濟來源收入 產生的矛盾 而是因為兩個人的 生活方式的方法不一樣 就開心的那個 舒服的那個點不一樣 那孩子男子的事 我認為這女兒做的對 那也不對 那你沒那能力 沒那能力幹的能 沒那個能力 幹活吧 你自己幹吧 你自己幹 實在不 你不還有孩子嗎 那孩子不幹啥呀 養孩子問啥呀這個 因為女嘉賓在生活當中啊 一直是家裡的支撐 是的 在家裡一般都你說了算嗎 老公聽你了嗎 你也可以這麼說吧 就是剛才男嘉賓說的這一段 就是媳婦非得強迫她做一些 她不想做的事 你會下達這樣的指令嗎 我不會 我說一遍 如果她不做 我可以自己去做 我可以這麼說 我不會理會 觀眾朋友 跟你們說 我想說 x combat 我也是 最大 其次 那一個 對 我不是在哪裡 我覺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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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会儿见